市長昨天有提到說 就是現在是說要正解換將的人 就像青春鬥 榮豹一樣要吃掉 你跟從他的說法嗎 最重要是要凝聚大家的相信力 我們團結一致 面對所有的挑戰 能夠贏得這場選舉 守護國家的安全 讓人民有一個好生活 我們也到底不一樣 市長之前有人說 您跟韓國瑜見不到那是因為團隊內有人 認為您之前名調高是因為中間選民 而不需要討好深藍的群眾 不要見諷差聲 我們都非常誠意的 跟韓市長來一起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並肩驟戰 市長現在黨內有兩種聲音 一個是喉嚇 韓市長 另外一個是挺郭派的聲音 那市長為了要怎麼樣面對 韓粉跟郭粉是不是要繼續整合 那如果723還有這些聲音 是不是要請黨來擋棄他們 我相信我們都是 為了中華民國 國人科國底人繁榮舞序還沒變 大家有共同的信念 我們都會以大我的精神向前走 市長昨天有講到那個金普中 好像有說 您好像也就是 作風比較不像國民黨支持 你怎麼看 我最重要是一個 從基層一步一腳步 努力做事 因為面對所有的挑戰 我還是保持我自己願有的做事態度 認真努力的怕變 至於大家所關心的議題 我都會全力的來落實執行 讓民眾過安積樂業 至於有些外面的政治紛紛擾擾 我都給予尊重 那傳出賴清德 上去美國訪美的時候 好像說賴清德 訪美傳出說 美國只給他一場晚上的橋宴 也不能見證麥卡錫 如果他真的跟麥卡錫見面的話 是不是就代表 美國破壞了這個一中原則 美國是我們長期堅定的盟友 臺美關係友誼長城 我們堅信 我們一定要跟美國 在民主自由站在一起 尤其我自己也一直在安排 完美的行程 我們希望藉著我們完美的行程 能夠跟美國建立 更生日的友誼關係 大家有說 上天本本本來是要去這個夏季旅宅 然後好像會跟復活一起無同框 那後來是不是改變行為就沒有說 我的行程早就安排好了 但是賴清德他說 這個台灣總統走入白宮 結果現在還被美國冷處理 你怎麼看呢 他講這句話合適嗎 我還是非常相信 美國因為長期跟我們的盟友關係 這種友誼是不會變的 那我也會一直深耕下去 上校委員在日本學者 認為藍白河也大不易容進黨 怎麼看 藍白河 這一部分學者的意見我多尊重 上校民進黨說 又有原來是你先定調是未要的 什麼感覺 在前天地檢署不起訴訟出來的真相大牌 這一路走來 隨著製造不需的消息 造成社會對立跟衝突 我相信全國民眾很輕都是血量的 我最重要的 只要孩子們健康 沒有事我就放心了 這樣有沒有掌聲 對結果還滿意嗎